另外呢 憲評會 纔對這個關稅案 今天頭一邊 對個檢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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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檢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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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兩位比平感人 還有占有貨店 八正人來測檢 不過因為比平感人 不動議請求平感的單位 就是民間宿介會代表列室 憲評會在心理過程 不公開 也讓宿介會配平 這是黑手作業 三號一頭早 檢測檢測檢委員會開會進行 民間宿介會代表 郭忠祥拿到申請書 表示這個案件 當然是是宿介會申請調查的 所以要議官拿人的信訊 到現場去參加 見證表達意見 算沒辦法進去 就他們證據調查的程序 到現場予以加以見證 那對於這樣子一種黑箱 不透明的檢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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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機制的運作 民間宿介會的立場是 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不過檢測檢測檢測委員會委員 彭文正表示 依照法官法第四十一條第九行 以及檢測檢測檢測十四 要經過比檢測檢測檢測公開 向檢測的這些人都反對 所以才不準 我們比較尊重當事人 就是受評鑑人 因為他們的權益 其實是最需要被保障的 所以當他們都不願意開放的情況下 我們只好尊重當事人 之前檢測檢測國際 先調查關稅案件 再調查檢測 禮拜日頭一回大規模又順 包括郭鑑測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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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測 林秀桃兩個受檢測檢測 以及王金平華建民和鄭英夫 總共佩的進行 包括了柯建民委員 王金平委員跟曾永福前部長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收到他們書面的 正式答覆 也問他們在到時候的時間 他們是不是會到訊 另外在檢測的部分 雖然檢測總長有五四名 因為牽涉就失眠 以後已經讓台北的檢測起訴 不過檢測會說到 他們是哪裡要等位 沒受到影響 國家在後禮拜日 就有順檢測五四名 也沒有拜託又順總統馬英九 接下來關注7K鳳 台北報導 はい